大家好 我是棉竹木板年画第一传诚人 我叫贾君 棉竹人熟知的一句名谣 东盟河达去看花 南华公里去看画 这个画指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棉竹年画 棉竹年画源于北宋 胜于明清 是中国四大木板年画之一 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在棉画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三四年了 在棉画村建立废佑画基地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身后的这几幅棉画呢 是我们传统的棉竹年画 我们传统的棉竹年画特点呢 是人物造型夸张 线条古朴流畅 色彩艳丽棉快 在棉竹呢 我们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手工才会的年画 这都出自我们匠人之手 非常的有特点 可以说 棉竹年画始终见证着 棉竹国王今来的社会生活 丰树习惯和对美好生活的效望 在千百年的传承中 通过时代的变化 我们也和自然生活不断的对话 形成了独有的连续性 统一性和包容性的艺术特征 在我们传统年画的基础上 棉竹年画已从古老的陶福画稿 走入了我们的当代生活 请看我们头上的游子伞 游子伞是卢州的非语文化 它与我们棉竹的非语文化融合在一起 已经达到了我们室内装饰的非常好的一种效果 棉竹年画也走向了国际化的舞台 无论是棉竹年画节 北京冬奥会 上海市博会 一次次惊艳的亮相都大放异彩 棉竹年画是闪耀的文化符号 是坚定的文化秩序 它不断的传播棉竹声音 讲述着中国故事